第一堂课 练着练着就觉得有那个气 这样就进来了 第一个星期我就睡得非常的好 因为我已经有好几年了 其实都晚上没有睡得很好 而且这个手脚都发了 晚上穿三双袜子都还是没办法睡觉 我觉得我有救了 经过那三年之后 我就发现我整个的鼻子还有我头部 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舒服 我讲的这种感觉应该是生过病 然后你好了以后 你才能够体会到的那种 失而复得的那种喜悦 欢迎收看我们拼甩防疫强健生命第十七集 那么开春的这一年 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从今年开始 我们这个线上的讲座 改到YouTube的不同的频道 是李凤山师傅拼甩工 妹们拼甩的这个频道 所以你要赶紧去订阅这个频道 别忘了开启小铃铛 帮我们点阅按赞 成为我们忠实的观众朋友 那我们今天要来探讨的这个主题 就是压力 我想压力人人都有 每个人有各种各样的压力 那么在台湾生活的人们 您知道吗 我们生活压力的指数可是世界有排名的哦 排名第二 我们怎么样能够来面对我们的压力 学习去了解压力到底是怎么样产生的呢 还有压力对我们人的身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以及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来疏解这个压力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为大家邀请的这位来宾 也是我们美门的资深教练陈美芳 他跟着李丰山师傅有26年的时间了 那在来到美门练功之前 他长期在银行工作 是处于那种高压生活 所以他如何从这个高压生活 能够走出来 开展一个不一样的人生呢 美芳师姐他是我们美门很资深的教练 所以你在许多的表演场合 会看到他的太极拳表演 各种各样的功夫表演 他也是我们的茶人 所以呢他也能够这个对茶道啊 也是非常的熟悉的 那除此之外美芳师姐很重要的呢 他是我们美门香港道场的一个负责人 这些呢就是他跟美门香港的师兄师姐拍的一个照片 哎呀我相信啊香港的师兄师姐也是处于高压生活 所以今天能够让美芳师姐上来跟我们谈谈 探讨一下压力的来源 然后探讨一下我们怎么解除压力 那美芳师姐聊一聊您小时候的身体状况是怎么样呢 我小时候印象中好像还蛮常感冒的 那感冒的话家里有一些现成的尘药 那来就吃 那我印象中是我进场的鼻塞 所以呢鼻塞呢就要喷那个鼻 鼻劑 对通鼻劑 我印象中哇医生还帮我洗鼻子 然后另外一个是我的生理痛 我从青春起第二次的开始呢 我就常年都是生理痛 然后这个很多女孩子都有相同的问题 困扰我很久 但是医生说那是原发性的 所以也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 美芳师姐进入到银行 那时候看起来真的是很像银行行员 是是真的是 哈哈哈 非常的震驱八百的感觉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银行工作它是一个很高压力的环境 因为每天要面对非常多的客人 我记得那个时候呢 经常客人一上门一坐 然后就到中午吃饭的时候 中间呢 这个也喝水喝的很少 然后呢还会经常的煸尿 然后中午吃饭也是非常充满 有时五分钟就吃了一顿饭 稀里糊里 对 然后还有因为为了要升等考试 还有就是考一些证兆 所以晚上我也经常去补习 加强一些专业知识 好上进的美芳师姐 我也要保住饭了 然后假日呢 单位也会有一些培训的活动 另外一个是 因为我个人比较不善于交际跟人相处 所以我觉得 我在跟人家沟通 还有客人啊 或者是长官啊 同人啊 之间其实我觉得我有很多的情绪 就管理的不是很好 情绪管理 然后也常常会觉得很不安全 没有安全感 还有就是也缺乏信心 信心 所以这一切等等外在的内在的都形成了我们个人的精神压力 我们有一个评量表是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目前所处的状况到底是属于哪一种压力群 压力的程度在哪里 那这个是我们的卫福部所提供的一个压力评量表 那我们也请美芳世界假装你是当年还在银行工作的状态 我们来一起来评量一下我们个人的压力指数有多少 所以先借给我你的两只拳头 那我问的每一个问题如果你觉得好像有这个情形你就举出一只手指头 我们来自我做评量看看我们的压力指数有多少 好 来 第一个问题是你觉得很紧张工作老师做不完有吗 有 马上压力一分了 第二个常常睡不好会失眠 对 这是经常 经常 第三个有时候会头痛啊然后腰酸背痛 哇这个都越来越严重了 第四个忘东忘西很容易健忘 是 对 这也在发生 第五个就是胃口不正常 有时候很想吃吃很多 要不就是根本就吃不下 对 也是 好 来 第六个就是经常生病 我那时候几乎是每两个月就要到医院去报到一次 哇 那真的是蛮长的 是 所以别人感冒你就跟着感冒 对 没有感冒我也照样感冒 所以别人不感冒你照常感冒 是 随时都在感冒 对 好来 第七个就是注意力很难集中 对 也是逐渐的发生这些现象 是 来 第八个就是情绪不太好 会焦虑会烦躁 会很暴躁 嗯 哇那很容易发脾气 对 哇那第八个第九个就是觉得好累哦 假日只想睡大头觉 那是必然的必然的现象 第十个对未来充满的不确定感或者是恐惧感 对 这个其实也对我影响蛮大 对 因为就考上国家考试之后 虽然得到一个很安定的工作 但是其实对于未来的升迁啊 还有生活啊 其实还是充满很多的这种不安全感 不安全感 哇美方思姐你看看 你当年是活在高压啊 满满十分 那您得到了几分呢 我们来看看 如果您是三分的压力指数呢 表示说你还可以 可以hold得住 你的指数是你还能负荷的 但是如果您差不多四五分的话呢 就表示说其实压力已经才开始对你产生困扰了 如果你是六到八分 你如果再不处理你的压力 没有释放你的压力的话 可能就会爆掉了哦 那如果像美方思姐一样是九分以上 到达满分的 那表示您本身就已经是一颗定时炸弹 随便一戳 而且是很大一颗炸弹 很大一颗 没有错 其实我就慢慢发现 我的生理痛越来越严重 严重到会上吐下泻 那每次呢都一定要吃止痛药 还有身体起来之前的一个礼拜 脾气开始变得非常的暴躁很不安 那结束之后呢 又有一个礼拜身体都是非常肿胀 然后也开始产生这个会脚会水肿 然后身体的酸痛呢 从肩颈啊 然后到后背啊整个背部 到最后呢 其实身体经常不知道莫名其妙的瘀青跟瘀血 然后一碰每个地方轻轻一碰都会痛 然后因为我有很严重的 我的脉性疾炎 对因为从小就常感冒 所以呢久而久之 慢慢这个鼻子就越来越不通 然后整个所有的脸部暗下去都是脏痛的 那一直到后来是整个的 整个全身几乎都是 塞住很紧 对都塞住很紧 所以呢 每天到了下午4点 3 4点我的眼球 整个全部都是冲血 就氧气明显的不准 头发脑炸 所以当我们有压力 没有办法处理的时候 它会开始出现一些症状 包括你情绪的变化 行为的改变 还有你智力的反应变缓慢 还有包括你身体症状的这些 暴饮暴食啊 恶心呕吐啊 肩颈酸痛啊 胃痛失眠 血压高等等 这些都是告诉我们 您的身体需要抢救了 所以美方世界 您最后终于意识到 我生病了 对 之后您做了什么呢 我就开始寻求各种帮助 当然吃了就去采购了很多的 营养食品 没错 还有维他命啊 哇 这个花大血本 然后再来是找其他的运动的方法 运动 有的有帮助 但是有的呢 身体没有办法符合 很多朋友跟我推荐说 游泳非常的好 对 所以我就去学习游泳 那但是呢 每次都下水 三天以后就中感冒 然后就学不下去 学游泳学到中感冒 都是中感冒 那就真的是没法赌了 那我就记得我一次呢 就是跟朋友去爬山爬到中暑 爬山爬到中暑 那你真是的 游泳游到中感冒 爬山爬到中暑 那还有别的 很多朋友也跟我推荐很多种方法 我一样一样的就去试了 试 那比如说我全身酸痛 我就去给人家推拿 推拿 那推拿的时候呢 哇 一推起来不得了啦 后面背部一贴就八片药膏 哇 我同事呢 还帮我熟 然后就笑 跟我开玩笑说 我怎么穿着铁衣上班 嗯 最后呢 这个效果还是不张 因为当药膏撕下来 其实隔了一天 疼痛又回来 又回来 我印象中 那时候拔罐一次就要五百块 你看二十几年前 那我拔到呢 因为很严重 所以呢 都要放雪 放雪完 其实人真的是轻松很多 但是两天之后 全部又都堵回来了 嗯 所以我又再找了其他的方法 抓中药回来 下班呢 就忙着煮中药 也这个吃了半年的时间 但是后来发现 一停药 一个礼拜 全部的问题又回来 然后针灸 也是看针灸半年 然后中间还夹着吃药 那我想说已经半年了 真的很久了 后来呢 我就呢 停下来 一个礼拜 一样几天没有吃 没有再继续针灸跟吃药 差不多不到十天 一样全部问题又回来 那我就再去请教这个针灸大师 这个国医 她说 嗯 你要改变体质 我说那还要多久 她说还要再扎半年 我一听 我想这个方法 我还是再找一点别的方法 嗯 说这也是啊 我又再回到这个医院 西医的治疗 因为那时候 鼻中隔弯曲 长鼻息肉非常严重 因为我这个健忘的问题 其实是因为我的慢性鼻炎 引起来的 医生说这个鼻息肉呢 鼻中隔弯曲这个部分要开刀 那我想说开刀 那是不是开完刀就好了呢 她说不是 大约半年之后 她如果再长息肉出来 再继续开刀 我说那要开几次 她说只要长就要再开 我一听 没完没了 就觉得好失望 人生没希望 因为没有办法解决 对 如果只能解决还是一时的 那当然其他这些方法 花了我几年的时间 通通用过之后 都只能解决一时 没有办法解决永久 而且毛病都一直回来 所以你就跑去算命了 对 是吗 那算命的怎么说呀 算命的告诉我 我想要做什么 我就放心的去做 哎呀 算命的真的很会算 我有一次就跟我以前 同仁一起吃饭 那讲到这个 已经身体呢 已经求救无门 我就觉得已经快要放弃 她告诉我说 她现在在练气功 她跟她的家人 那她是为了要养生 她的家人是因为生病 练功效果很好 就问我说你要不要试试 反正死马当活马医嘛 所以我们有听过气功是什么 二十几年前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气功 所以我们练功不是光只是来练身体 最主要是透过这个身体的锻炼 产生了自我的觉察之后呢 我们更加懂的是什么样的毛病 什么样的坏习惯 产生了这样子的一个习气 以至于产生这个身体的毛病 所以我们最重要是找到源头 把源头的坏习惯把它改过来 于是我们身体才能够健康 第一堂课 练着练着呢 就觉得有那个气啊 这样就进来了 对 第一个星期呢 我就睡得非常的好 因为我已经有好几年了 其实都晚上没有睡得很好 而且呢 这个手脚都发了 晚上穿三双袜子呢 都还是没办法睡觉 我觉得我有救了 刚开始来上第一次的课程 我就觉得平甩弓还有师傅的弓法 帮助到我 当然我那时候最严重的就是慢心鼻炎 那透过这样子的练功 我发现经过三个月之后 我的肩颈痠痛 还有身体的这个痠痛状况 已经降低很多 还有就是这个呼吸也变比较顺畅 那鼻子呢也感受到有这个通气的感觉 终于有通气的感觉 然后结果半年之后又更改善 那当然这中间 有一些排毒的现象 会有些不舒服 像我慢性鼻炎 我记得最严重的是 我练功一年以后 我除了慢慢这个能够闻到 能够吸到新鲜的空气 再来是我的排毒的过程 其实长达三年 我记得第一年 我呢曾经连续三个月 每天都严重的醒鼻涕 而且醒出来鼻涕是绿色的 绿色的 对 后来我跟人家请教 他们说绿色的鼻涕其实是发炎 而且是囤积在身体里面的这个病菌 所以呢我经过这样的一年之后 我还是继续练 因为以前都吃药各种方法都没有效 我已经没有办法 我就只能乖乖的回来练功 所以你当时不会害怕吗 绿色的鼻涕 不会反而会觉得很高兴 因为练功有反应跟有效果 而且每次醒过出来之后 身体好像每天轻松的时间都加长那么一点点 加长一点点 所以我就感受到 哇我在好转 然后到了第二年 我还是有一段时间又继续的醒鼻涕 但是那一年醒出来鼻涕就是黄色的 变色了 是那人家就说 它是有比前年还要好了 是是 那到了第三年呢 我醒出来鼻涕 它就是白色到最后是透明 最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好了 成年累积的细菌就不降 是 然后从经过那三年之后 我就发现我整个的鼻子 还有我头部 哇真的是前所未有的舒服 哇 真的我觉得这个都是 光听就觉得真的很舒服 我觉得我讲的这种感觉应该是生过病 然后你好了以后 哇 你才能够体会到的那种 失而复得的那种喜悦 改变啊 真的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 从以前全身贴八片膏药 到现在可以非常自在的坐在这 我看你也没贴半片膏药 然后还参加武术比赛 你到底是用哪一招 哪一招去给我们参加武术比赛 拿奖牌的呢 来我们掌声欢迎美方师姐 谢谢 黑白的人生 经过气功的锻炼 哇 诶 这个看起来很像是一种动物哦 看有没有观众朋友可以猜得出来 这是哪一种形意犬 是在模仿哪一种动物呢 哦 很明显哦 哇 谢谢美方师姐 这个很难想象说 在过去的身体这么样多的毛病 是 然后又充满着压力的生活 嗯 但竟然就可以透过这么简单的一个平甩 是 慢慢的走出来 我们有讲到说练功嘛 身体啊 心理啊 各方面都改变 是 那饮食习惯 您是不是也有些调整呢 哦 饮食习惯呢 我练功之后 慢慢的呢 其实对于食物就越吃越清淡 很自然而然的 后来就发现说吃到肉类的东西 我的肠胃反了会消化不了 好 那 后来吃到这个葱蒜 哇 这个气从这边就开始堵上来 哦 所以它是很具体的 在美门提倡素食养生 但是我并没有说一刚开始练功 我就吃素 我是因为练功之后 慢慢随着身体的反应 自然而然的 就开始 这个有些东西就吃了不舒服的感觉 身体自然就没有接受 所以吃葱蒜这里会堵住 还有什么其他的 还有像我 有一阵子我就觉得 我一大早又练完功身体很柔软 可是为什么我到中午就开始肩颈很痠痛 后来我就发现 当我吃完排骨便当 或者鸡腿便当以后 我的肩颈就整个都僵硬 奇怪 后来我就想会不会是这个 会不会 会不会是这个改变的这个问题呢 我就尝试了中午也吃素食 后来发现 这边真的到中午它就松软 然后下午的精神就维持得很好 所以我就是因为这样子 逐渐慢慢慢慢的 到最后我就完全的素食 就改变成素食 那这个素食跟你练功 是不是相辅相成呢 我觉得素食之后呢 我的身体第一个变比较轻松 还有练功的效果变持久了 然后才开始真正的柔软 还有我的像我自己的血液 我以前其实还没有练功以前 我经常去捐血 有一次去捐血呢 他跟我说 你的血红素不足 平血 而且我看到他抽出来血液是 有点浓稠跟浑浊 那当我开始慢慢练功 饮食也改变之后 我就发现我的流出来的血液 它是清澈 而且是很流通的 当我开始越吃越清淡 到最后素食 我发现我的心 好像也变得比较容易感动 对 然后看到一些动物 或者是世界上 像其他的东西 我觉得比较有感觉 所以不是母拉虎啦 是变得更加有爱心的美方师姐啦 每一天每一天 固定规律的锻炼呢 能够帮助我们身心平衡 创造健康 还能够帮助我们释放压力 所以如果您还有其他的问题 没问题 您尽管的传上来 我们事后呢 也会有教练来会您回答 那我们今天直播的时间呢 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我们谢谢美方师姐 谢谢 我相信今天很多朋友都收获很多 也谢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谢谢我们的主持人 来收看 还有谢谢我们所有的工作团队 还有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给我们的鼓励跟收看 感恩李凤生师傅 谢谢 让我们有机会 把频率传给全世界 是 我们下回再相见 拜拜 拜拜